哎今天呢其实话题比较硬一点点哦 大家如果可能要心情重上做一些准备 因为又是台积电跟三星的这个PK大战啦 当然啦还有我们还会讲到什么呢 第一个是三星呢 它现在要拼2025年量产2奈米的这个晶圆哦 不过这个大家在想说 这个呢撼动得了台积电吗 当然啦我是觉得它弄不了啦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南韩的空军新设宇宙中心 要发展太空力量飞上太空哎 我的妈呀 不过哎台积电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台积电的客户赛斯赛林斯呢 赛林斯呢都推出了这个20奈米的抗辐射FPGA 手将这个机器学习机器啊 带上了太空哦 这个全球啊 太空造元银河的商机大战呢 真的是已经先开序幕了 我跟你讲已经不是地表上了啦 我们大家已经要到这个太空去去去PK了 真的是太夸张太夸张了 好先讲这个按钮按活动全程直播收看都会有这个答题抽 韩国美食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全程看完 好先来讲一下哦 最近的这一周的消息就是三星呢在2025年呢准备要量产2奈米 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在这一次呢在最近的时候呢这一周的晶圆代工论坛上呢宣布了2奈米晶片将在2025年量产 而且呢明年上半年开始呢生产客户设计的3奈米晶片呢 第二代的3奈米晶片在预定在2023年将要生产哦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业界认为呢 三星向全球宣示挑战我们咱们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意味 哎这个持足呛味浓厚啊 但三星呢欠缺了一个东西叫3奈米的这个量产基础 不仅3奈米的这个弯道超车台积电这是跳票的哦 而且呢未来2奈米也难撼动台积电领先的这个地位啦 而且其实呢因为其实南韩媒体呢 就是三星在南韩媒体其实有报道 就是三星呢今年的晶圆代工论坛呢 以线上虚拟的会议方式召开在最近的时候 这几天的活动呢大概有超过了 全球超过2000多的客户和伙伴来参加 结果呢就是三星的这个晶圆代工部门总裁呢 就说啦我们将全面供应制造产能 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方面维持领先 而且持续应用在层面精进技术 他表示呢COVID-19加速的数位化 三星的客户呢和伙伴得以在适当的时机 提供适当的技术 也就是说呢开发这个系应用的无限潜力啊 三星表示呢这个公司的GAA GAA是什么呢 GAA就是环绕辖集电晶体结构 这个在这个台积电也是有的 先进的这个制程技术已经这个发展完备了 明年呢就可以为这个客户来量产这个3奈米的晶片 2025年量产2奈米而GAA的制程呢 生产的3奈米晶片呢与5奈米相较呢 性能是增加了30% 功耗能的这个减少呢是50% 这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难 不过呢我们来简单讲一下下 其实呢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三星的2奈米呢 其实真的是难以撼动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的3奈米呢 已经虽然是沿用这个其市场的效 其市场效的这个电晶体的架构 但是呢我们咱们台积电呢 因为呢高超的这个工艺呢 已经获得了全球半导体霸主 英特尔的肯定跟采用 而且它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超前比较快的 所以呢用于生产这个该公司新一代 这个多核处理器的部分的支援晶片呢 而且除了英特尔之外呢 苹果呢也持续将下一代的手机处理器 甚至笔电的核心机面是交由台积电来生产 而台积电位于南科18厂的3奈米产线呢 已经是可以密集装机了准备市产 预定呢明年下半年就能量产啦 产能跟客户导入的案件 哎呀这个三星啊就算是想要突破我们 想要放化超车呢 放化超车2奈米台积电的龙头啊 地位如山啊 因为呢就算是三星呢 这个超车的态度鲜明 但是从我们台积电的这个技术 粮率营运到管理能力呢 以及客户关系来看呢 这个多层面来看 台积电都是拥有绝对的优势 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业界龙头 第一就是稳如泰山 大家不用担心啦 因为台积电呢 2奈米的这个GAA呢 有望在2024年的时候 导入量产不同于三星的3奈米导入GAA架构 所以呢台积电呢 也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量产三奈米的 这个骑士厂的销电晶体的制程呢 目前公布2奈米 台积电已经公布了2奈米这个的厂呢 是落在新竹 但没有说明啦 技术跟量产的时程 毕竟这是机密嘛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的三奈米的制程 也具有这个更有性价比的优势哦 另外呢整体看来呢 产业界是认为啦 对晶圆代工业者来说 比的并不是技术的多领先 而还有多快 而是对于制程 我刚刚讲到的 制程技术掌握度 还有保有这个所谓的优异良率的这个部分呢 还有这个达成的这个量产的目标 与客户的互利双赢 台积电从技术良率到营运的这个管理能力 甚至产能的规模呢 到客户关系都是独占 所以罢主的地位我看三星呢 即使是二奈米出来呢 可能呢也是难以被喊动的 再来看一下这一周呢 三星跟这个台积电都在这一周 分别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和营收 我们CG先出来看一下 三星电子的第三季的营业利率同比呢 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九 我们CG导播可以出来一下下吗 三星电子呢在八号的时候呢 公布了这个业绩发表 初步核实今年的Q3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Q3的营业利率呢 可以甚至说是不错的 增加了二十七点九四哦 九四趴 另外呢等于是上涨了十五点八亿韩元 创下了单季的第二 创下单季第二的高的记录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张的这个CG呢 可以看到Q3的这个 这个销售额的比同比呢 增加了九点零二趴 等于是增加了七十三万亿韩元 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的记录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CG图表 这次三星的这个营业利率哦 首次超过七十万亿元 仅隔一年就刷新了 去年第三季 创下了最高六十七亿万韩元的 这个韩元的记录 虽然比市场预期的十六万 稍稍有少一点点啦 但创下了仅次于半导体 鼎盛时期 也就是2018年 三星第三季十七点五七万亿的好成绩 也算是不错啦 再来看看我们台湾的 护果神山台积电的CG哦 可以看到呢 台积电的营收呢 哎 飙三 这个这个是很厉害 台积电的营收 飙三高哦 越破一千五百亿 即破四千亿 前三季破兆哎 看一下我们的CG图 这个台积电公布了九月 合并营收 飙达了一千五百二十六点八五亿元哦 月增了百分之十一点一趴 年增十九点七趴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创单月的营收记录 历史新高的记录 另外再来看下一张的CG图表 Q3的合并营收呢 一举是冲达了四千一百四十六点七亿元哦 你记增了百分之十一点四二趴 年增十六点九三趴 创单季营收历史新高 而且怎么样呢 接近了财测的高标 今年的前三季合并营收 累积已经达了一兆一千四百九十二亿元哦 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十七点五趴哦 不仅破了一兆元大关卡 并且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我们在这些分析数据的 一些数据内容来参考一下 三星呢 其实呢 据券商来估测哦 三星的第三季呢 这个仅半导体的业务营业利率 就高达了九点七万亿到十万亿韩元 较第二季Q2的这个六点九万亿 大增了三万亿左右 所以呢 从2018年第三季度后呢 时隔三年实现了十万亿韩元的利润 带动了Q3整体业绩的这个增长哦 主力产品呢 就是这个水取记忆体 就是DRAM的部分呢 还有储存记忆体的部分 的顾客这个客户长期合作 包括了这个供货的价格 在第三季可以说是达到了高点 上半年以前呢 低迷的系统晶片和晶圆代工的业务的 这个能力哦 盈利能力呢 也因为这个良率的提高 已经获得新客户的改善了 智慧级加上这个智慧型手机 也不有不俗的表现 我们在之前有讲到过嘛 李在龙出狱之后呢 要提升这个整个三星的手机 他们呢 就是面对了大陆的手机 还有苹果手机这个来势汹汹 他们呢 这一次呢 推出了在下半年就推出了 两款的折叠式手机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折叠式手机 这个Galaxy的这个Seed的Fold的三系列 以及这个另外一款比较大的 这个大屏幕的折叠系的手机 销量都突破了这个百万大关 所以呢 普及这个折叠屏幕的战略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哦 券商预估这个IT以及行动通讯呢 IM的业务呢 销售额可能达到27万亿到28万亿韩元 预估将这个第二季的22.97万亿 增加了4到5亿的韩元 所以呢 这一次呢 这个三星的下半年推出 这两款折叠式的手机 真的是有增加了他们的营收 然后另外呢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荧幕业务 包括用于平板啦 或者是手机呀 平板电脑笔记机电脑 甚至是OLED的这个屏幕的部分呢 这个营业利益可能也会在消费电子上面呢 可能也会稍稍了增加一点点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呢 为什么会这次呢创新高呢 Q3走营收走高呢 因为呢台积电也是收到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 也是收到手机的影响啦 台积电收汇这个苹果手机新手机进入出货的旺季 所以Q3的这个营收是收这个超高的 呃台积电的收汇产能工不应求哦 这个新手机呢 这个新手机呢进入出货的旺季 到了4000多亿元 激增了真的是蛮多的 而且年增16.93%创单机新高 所以啊应该这样讲就是受惠于美系客户的手机新机上市 9月营收有机会挑战1500亿元的新高记录哦 第四季呢 随着这个其他的客户陆续导入 5奈米家族的这个制程哦 有机会向上成长 全年营收达到20%目标的达正无余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呃其实呢 其实包括他们的营收 三星跟台积电的营收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 不过现在呢要告诉大家 诶我们这个呃从半导体哦 到这个手机的这个大战哦 现在呢已经全球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全球的这个太空造源银河商机大战已经掀起了序幕 我们下期再见